好 继续来关注多里安的消息 当地时间7号下午 多里安在加拿大大西洋沿岸地区登陆 给包括辛布伦瑞克 辛斯克社省 以及爱德华王子岛省在内的多省 造成了大规模的电力设施损毁 多里安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 在辛布伦瑞克省首府 哈利法克斯的街道上 到处都是折断的树木 砸掉的电线 掀翻的木屋顶 砸坏的车辆等各种垃圾 哈利法克斯机场7号下午和晚上的 所有进出港航班均被取消 位于布雷顿角的悉尼机场 取消了部分航班 此外 强风和短时间大量降雨 使得多地供电中断 据统计 目前仅辛斯克社省 就有40万个电力用户断电 超过这个省所有电力用户的80% 由于树木清理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电力设施大面积受损 也使得很多大型施工机械无法使用 所以电力恢复工作进展缓慢 新布伦瑞克省电力部门 通过社交媒体公布说 他们已派出的小组 正在全力以赴修复电力设施 但要完全恢复供电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此外 由于大量的供电设施和线路中断 使得依靠电力的无线网络也处于瘫痪状态 人们无法拨打手机 难以与外界沟通 据当地警方消息 截至目前还没有人员 在这次飓风袭击中受伤的报告 感谢观看